比利師傅, 這裡有一塊漂亮的西欖 我用最簡單的方法 可以在家裡煮到 教你不要浪費這塊漂亮的牛肉 那其實怎樣選擇一塊漂亮的西欖 西欖會帶有一塊白色的油脂 漂亮不漂亮, 最重要是看它的油花 油花豐富就對了 乾色熟成的油花特別深色 所以要煎得很高 那怎麼煎完才好吃呢? 厚切的扒很容易外面熟, 裡面還很生 煎起來也有技巧 記得, 開始煎烹的溫度一定要高 每邊至少要煎兩三分鐘 才有三成熟 西欖的油花比較多 不用做太多, 已經煮得很好吃了 配合一杯紅酒 丹田和牛排混合得剛剛好